这位年近十岁的男童 身材可能比你还要精实哦 来自越南的一名十岁男童 Hong Nam 拥有令人惊叹的身材 他的照片在网络上流传之后 引起网友们的注意 Hong Nam的母亲 接受当地媒体South Star的采访 说到当年在儿子出生的时候 医生就发现 他的肌肉比其他婴儿还要发达 直到Hong Nam六岁时 妈妈更是确定 儿子的肌肉线条明显又结实 似乎异于常人 担心这样的状况 对身体会有负面的影响 于是带着他 去胡志明市的儿童医院做检查 经过几项检查之后 医生认为Hong Nam可能罹患XYY三体 他有称之为超雄综合症 超人症候群 是一种性染色体疾病 或者是肌肉生长抑制素 Myostatin所引起的肌肉肥大 不过医生也不敢断言 只是因为Hong Nam的症状 和XYY三体者的特征 有很大的差异 而根据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表示 肌肉生长抑制素所引起的肌肉肥大 在医学上被证实为一种疾病 关于Hong Nam的状况 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 Hong Nam的父母亲说到 目前儿子强壮的肌肉 并没有影响到身体健康 顶多就是身体柔软度差了一点 而Hong Nam当初对健美健身有兴趣 但为了预防肌肉变得更加紧绷 父母推荐他去学空手道以及瑜伽 虽然他的外表比起其他同学来得壮 但个性就是一般的十岁孩子 可爱单纯 曾有一些厂商想找他当网红拍Vlog 不过Hong Nam的父母 顾虑到儿子若是受到了瞩目 会给他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便一概拒绝了 除此之外 过去还有健美教练主动联络他们 表示为Hong Nam愿意提供免费的训练 不过因为年纪太小 心智不够成熟 Hong Nam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之后 还是决定回家过正常的生活 哎呀 希望Hong Nam跟其他的孩子一样 可以健健康康地长大就好 飓风的破坏力 强大到美国五角大厦的官员们 竟然还曾经考虑要使用核弹 来制止这种自然灾害 而现在有一组科学家 提出了另一个古怪 破坏性较小的计划 来限制飓风的移动 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 他们想做的方案吧 挪威的科学家们 建议使用水下气泡网 来减缓飓风 或者是阻止飓风的形成 这些挪威科学家们服务的公司 Ocean Therm已经提议在两艘船 或者是停泊处之间打开一个气泡网 并放置在海面以下91公尺处 气泡网是一个带孔的管子 透过管子的孔压缩空气 从海底深处抽出冷水 当地表的水温达到华氏80度 或者是摄氏26.5度时 飓风就会形成 温暖的水蒸发到大气中 形成湿热的空气 这样的水蒸气是作为 形成飓风的材料 汇聚的风将湿热的潮湿空气 排入大气 当它凝结成云层和雨水时 便会释放出浅热 地表的热量交换产生出一种 围绕暴风眼并螺旋上升的风 而飓风便是在海洋的热量 和蒸发的水气的推动下增长 根据Ocean Therm的说法 气泡网中的冷却水 会阻断飓风所需要的能源 阻止飓风登陆 或者是至少阻止飓风发展 成为更大型的灾害 而气泡网 也有可能会横跨海洋 例如墨西哥和古巴之间的 尤喀滩海湾 这将会成为飓风着陆的阻塞点 Ocean Therm目前 已经从挪威政府 得到一些资助 以便在寻找美国投资人的同时 可以运行更多的电脑模拟 Ocean Therm的技术 已经在挪威使用数十年 在当地是被用来 避免霞弯免于冰冻 它的做法则是反过来使用 在挪威 该技术用于将温暖的咸水 推到地表 并与山区和河流中的 冷淡水混合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 这种做法会奏效 接受科技杂志Wire采访的 科学家说 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是可能的 但设备的价格 真的很让人头痛 美国太空总数NASA 正在筹办一项任务 期盼能帮助我们了解 更多关于太阳系的起源 甚至是发掘生命的源头 而目前离这个目标 又更进一步了 那就跟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吧 NASA计划首度发射太空船 来研究木星特洛伊星群 该星群与木星 共用绕行太阳的轨道 8月28号当天 NASA发布的一篇新闻稿中提到 NASA工程师近期获得了 组装和测试太空船的时刻 这艘太空船是以世界上 最知名的人类祖先骨骸 露西所命名 首先将会造访位于火星 和木星之间的主要小行星 带的一颗小行星 唐纳德约翰森 这颗小行星也是以发现 露西的化石者所命名 露西号接着会前往主要目的地 那就是位于木星特洛伊星群的 六个小行星 由于这些小行星 巨星是组成行星的残留物 因此科学家希望能在这些小行星 找到太阳系形成的线索 木星特洛伊星群绕行太阳的方式 分为两圈 一组是以60度绕行在木星前方 而另一组则是以60度 跟在木星的后方 露西号任务预定于 2021年的10月升空 并会经过地球两次 以进行重力辅助 并于2025年4月绕行完 唐纳德约翰森小行星之后 露西号将于2027年和2028年 继续探索特洛伊星群的 四个领先组 到了2033年3月时 露西号预计会探索 特洛伊星群绕行木星圈中的 帕德洛克罗斯 莫诺提尔斯双小行星 木星特洛伊星群 只会反射击中其4%或5%的光线 这代表着可能会有 暗碳化合物存在于星群表面 引述自新闻稿中 NASA资深科学家 Amy Simon的发言 若真如此 这可能是有机化合物 也就是组成生命的基础 在早期的太阳系相当常见 木星特洛伊星群在40亿年前 便转移到目前运行的轨道 而太空船陆西号 将需要飞行约60亿公里 才可以抵达 仔细看 这只鹿的嘴里 竟然咬着一片口罩 根据中国新浪新闻报导 这起事件发生在8月30日 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 口罩的主人 属于一位动物园游客 他当时正在自驾区参观 而另一名游客开在后方 用行车记录器录下了 事发当时的影像 这名游客开着一台银灰色的轿车 在动物园自驾区欣赏野生动物 当车辆靠近动物时 驾驶并未关闭车窗 他甚至还拿着口罩 把手伸出窗外 将口罩放到鹿的嘴边 接着鹿就张口 把口罩放入嘴里开始咀嚼 一名管理人员见状后立刻跑来 从鹿的嘴里取出口罩 8月31日 新京报向北京野生动物园求证 原方证实这部影片的内容 全是真的 动物园工作人员透露 事件发生当时 原方已经出面制止该名游客 并从鹿的嘴巴中 把口罩抢了过来 而幸好这只鹿也没有 因此受伤 觉得机舱太热 竟然跑到了机翼上散步 根据英国太阳报报导指出 日前有名乘客 在搭乘乌克兰国际航空时 竟然擅自打开紧急出口门 走到机翼上散步 这架飞机从土耳其 安塔利亚起飞 前往乌克兰基辅 而才刚刚落地 就发生了这起事件 目击者看到这位女性 爬上了波音73786N的机翼 根据报道指出 这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 觉得机舱内太热了 所以在降落后 她决定打开紧急出口门 在机翼上等候 在网路上流传的影片中显示 她悠闲地在机翼上散步 之后再返回机舱内 回到家人身边 其中一位度假的旅客 告诉记者 飞机降落之后 几乎所有的乘客都下飞机了 那名女乘客从机尾 一路走到紧急出口 然后打开紧急出口门 走了出去 当时她的两个孩子 都已经走出飞机 就站在我的附近 他们惊讶大喊 那是我妈耶 飞行员立刻请来 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里的 航展安全人员 边境官员 警察以及医疗团队 他们为这名妇人 进行许多检测 以确认她并没有喝醉 也没有吸毒 检测结果显示 这名妇人一切正常 没有不寻常的地方 报道指出 这名妇人趁着学校开学前 和她的丈夫 以及两个孩子 一起出国度假 乌克兰国际航空 已经证实这起事件 并将这位女性 列入黑名单 而航空公司 还指责她的行为 说她为孩子 树立了不良典范 她们也将对富人求偿 高额罚款 各位观众 请注意看您尿衣的颜色 是浅或深 假如颜色很深 像是酱油色 恐怕是身体出了问题 中国深圳市 一位女子 在当地健身房 上了一堂飞轮课后 尿衣颜色 竟然变得像酱油一样 根据中国新闻媒体报导 这位李小姐 报名了一堂 50分钟的训练课程 她上了五分钟后 绝绝得疲倦 但她还是继续撑下去 直到课程结束 晚上 她的腿开始肿胀 隔天她就无法行走 而李小姐还注意到 她的尿颜色变深了 经过医生诊断 李小姐罹患了 恒文肌溶解症 这个病主要是因为 过度运动 以及肌肉组织破裂 所引起的肌肉伤害 李小姐在深圳市 第三人民医院 接受肾脏病专家 彭武健医生的治疗 彭医生表示 恒文肌溶解症 主要是由运动所引起的 症状疾病所造成的伤害 可能也会引发该症状 像是在地震中 被碎片集中的状况 有些药物的副作用 也会造成恒文肌溶解症 根据报导 李小姐目前在深圳医院 接受治疗 正在逐渐康复